Hello Hello,我是Frank 今天咱们来到82课 还是老规矩 双数课就是单数课的复习 今天这一课的名字叫I had 还记不记得这个had是谁 它是干嘛的 它是have的过去式 咱们要熟悉这一点 英语当中它分过去现在跟将来 咱们中文没有这个事 所以咱们养成习惯 叙述一件过去发生的事的时候 一定要去找过去式 好,咱们上几课说了 have这个词特别好 特别万能 它可以表示我喝了什么 我吃了什么 或者我从事了一个什么动作 比如说我理了个发 洗了个澡 游了个泳 都可以用have 来,这节课开始之前 咱们先解决四个生词 其实这些词之前咱们都见过了 第一个词叫breakfast 这词表示早餐 其实它是被创造出来的一个词 因为它可以分成两部分 前面是break 这个词表示打破的意思 它打破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后面这个词叫fast 当然这是美音 fast 英语的是fast fast这个词除了表示快的意思 做名词还表示进食的意思 就是不吃东西 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之前在中东待过三年 做国际项目 那么在这些中东国家 每年会有一个摘月 就是白天的时候 不吃东西也不喝水 这么做是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要体会 这些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 这种找不到吃的 也没有水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进而反思自己现在的生活 来之不易 更要好好珍惜 其实这个对于某些减肥的 肥胖人士来说是一个好事 好的 刚才说了这么多 就是在说fast这个词 它表示进食断食的意思 在它前面加上一个break之后 就是打破了这个进食 就表明我可以吃东西了 那么正常来讲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一天当中我们不吃东西的时间 进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所以早上一起来 要把这个fast 把这个进食这件事情给打破 去把它break 所以早餐就叫breakfast 同时你注意一下 这两个音组合到一起之后呢 读音都发生了改变 现在是breakfast 好 早饭的意思 我们经常说的吃早饭 你可以用have 也可以用eat have breakfast 或者是eat breakfast 中间不加多 记住了 好 接下来这个词呢 叫haircut 其实这也是两部分拼凑起来的 很简单了 前面呢是hair 这词表示头发的意思 后面是cut 这词表示切啊 割啊 剪啊 都是这个词 连在一块 这个词 haircut是一个名词 它可以表示理发这件事 那比如说我理了个发 就是I had 当然要用过去试啊 因为这头发已经理完了 I had a haircut 那同时haircut 也可以做发型的意思 好 接下来一个词 这个词其实不用学啊 party 其实我们已经变成中文了啊 我们去谁家开party party已经变成中文了 或者是home pa 这个home pa呢 就是home party home 表示家里 在家里开的这种聚会 就叫home pa 另外还包括我们经常说的 圣诞晚会 怎么说呢 a christmas party 注意这个christmas 不要读成christmas 很多人都喜欢乱加个儿化音啊 没有儿化音 christmas 好 另外新年晚会怎么说 同样的道理啊 a new year party 那为谁 或者为什么事 举行一个party 比如说我得三好学生了 我要为这个事开一个party 或者是这个王总啊 又提正处了 又当大领导了 我们给他庆祝一下 也可以用这样的句型啊 叫give 或者是have a party 然后for somebody 或者是for something 好 今天的最后一个词叫holiday 这个词呢 也非常简单 经常常用啊 这个词表示假期的意思 然后呢 有些娱乐场所 特别喜欢用holiday这个词来命名 比如说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唱歌的KTV啊 叫好乐迪 就是这个holiday 包括很多大城市都有的假日酒店 你仔细看 哎 上面那个英文就是holiday 好 同时我们经常说的放寒假了 放暑假了 怎么说呢 the summer holidays 和the winter holidays 然后当你想表达去休假 或者是我正在休假 怎么说呢 你可以用go on holiday 这表示去休假 那么我在休假当中就是I am on holiday 或者是he is in holiday 就用一个B动词放在这里 好的 现在单词学完了 咱们接下来开始做书上的练习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这两位准备干嘛呢 准备吃早餐 很明显啊 这给你画了个表 这是7点45了 然后下面写了一个词 breakfast 好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书上的练习题的B部分啊 他给你提了个问题 叫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这个句型我们应该很熟啊 在上节课的正文里面也讲过了 be going to表示 即将要做什么事情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他们打算要做什么 那很明显了 这肯定要吃早餐了啊 所以回答的时候 they are going to have breakfast 你看啊 我们要刻意的去用have这个词 为什么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课文的名字叫I had 要重点去使用have这个万能动词 好 they are going to have breakfast 好 接下来时间来到了中午 这个时候我们换一个问法 这是书上给的问法 what are they doing 用一个现在进行时来提问 他们正在做什么 注意进行时的结构呢 就是B动词 加上一个动词ing what are they doing 回答的时候 同样的结构 they are having lunch 好 第三句话 我们接着换问法 他们必须要做什么 他们得做什么 what must he do 那看图啊 这女士给你把茶倒上了 你必须得喝呀 对吧 he must have tea 他必须喝茶 好 接着再下面一张图 我们再换一种时代 现在我们用过去式来问 这是昨天晚上 七点来中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用一个过去式 what did they do 他们做了什么 they had dinner 他们吃了晚餐 你看其实很简单 主要这节课 咱们就狂练have这个词 包括把它变成过去式 变成了had 好 接下来这张图呢 书上课后练习给的问题 还是用must what must they do 他们必须要做什么 they must have a meal 他们必须要吃饭了 因为酒都已经倒好了 盘子里的菜马上就要凉了 所以必须马上开动了 好 接下来这张图 咱们再换一下时代 换成你将要做什么 你打算做什么 一个将来时 what is he going to do 那回答呢 同样的句型 直接搬过来就可以了 he is going to have a swim 他打算去游泳 你看啊 游你不用翻译 还是直接都用万能动词 have就OK了 好 接着看 这老弟的泡澡呢 还搓上了 非常享受 这跟咱们前面一节课 正课里的Tom 干的事是一样 叫have a bath 洗澡 好 现在我们用一个 正在进行时来提问 what is he doing 非常简单 就是他在做什么 回答 he is having a bath 好 轮到这张图了 这就是用到咱们这节课 讲的那个新词了 其实也不算新词了 haircut 表示理发的意思 what did he do 说明什么 这个理发肯定是之前已经整完了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这里用的是一个过去词 好 回答同样也得用过去词 he had a haircut 好 接着轮到上课这个用法了 同样还是可以用have what are they doing 这里面用的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提问 回答的时候 他们正在上课 不用翻译上 直接是have就可以了 they are having a lesson 好 接着这个词party 也是咱们今天刚学的一个词 这张图 说后的练习里给你的问题 是一个过去 是 what did they do 他们做了什么 they had a party 他们举办了一个聚会 或者直接说他们开了一个party 那很显然 这个party呢 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事了 可能是昨天晚上 或者是两个小时之前 总之呢 已经完事了 好 接下来倒数第二张图了 这是holiday 也是今天咱们新学的一个单词 两个人非常惬意地躺在沙滩上 what must they do 那既然都来到沙滩了 你必须得给我度假呀 你不能跑这来搬砖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回答的时候 they must have a holiday 好 最后一张图 同时有一个非常好的表达 希望你把这个表达学起来 就是我们玩得很高兴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 这个说法呢 叫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在口语当中很常见啊 比如说你的朋友要去哪个国家去旅游 或者是想去一个游乐场玩 你说祝你玩得开心 have a good time 好 那么这句话里呢 书上给到我们的是一个将来时的问法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他们将要去干什么 那么很明显呢 你看图 他们俩准备穿个小冰刀啊 在这准备去滑冰去了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good time 他们准备去愉快地玩耍了 好了 书上的这个练习B的部分 就带着你做完了 你看啊 这个作者的也是有心了 所有的用法都是把这个have给你带上了 而且把前面学的这些时态 又给你复习了一遍 从这个将来时啊 现在进行时 包括过去时 还有形态动词 must 通通low了一遍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再给你讲一讲练习A啊 你看这A让我们干什么 他首先给了我们一个例子 I had a cup of coffee 我喝了一杯咖啡 首先这是一个过去式 好 后面让你添一个词 这个词能代替had是什么呢 用一个词叫drink 这个词就是喝那个drink 他的过去式 所以从这儿咱们能看出来了 这组练习练的是什么 就是看看你现在的词汇量怎么样 看看咱们用这个have到底替换了哪一个动词 好 接下来咱们开始做这个题了 第一题 They had a meal at a restaurant 他们吃饭了 在餐厅吃饭 原句用的是had 那么吃既然提到吃了 我们还知道一个词叫eat 但是在这儿要用过去式 所以就是ate They ate a meal at a restaurant 好 接着第二句 We had a holiday last month 上个月我们度假了 这里面能够取代have的词 什么呢 go for a holiday 但是在这儿我们要用过去式 所以把go换成它的过去式 不规则的变化 变成什么呢 went We went for a holiday last month 接着第三句话 have a biscuit 来 整块饼干呗 其实这里面的have就是吃的意思 所以后面直接是eat a biscuit 接下来第四句 You had a good time 你玩得很好 这过去是 你玩得很爽 你享受了一个非常好的时光 这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享受美好生活 享受这个字怎么说呢 enjoy You enjoyed yourself 好 接着第五题 They are having their lunch 这个简单了 吃饭肯定是eat 同时你要注意时态 用的是现在进行时 They are eating their lunch 好 最后一句 I had a glass of milk 这是表示喝的意思 那么很简单了 我们用喝的过去是drink 好了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82课 算是对81课的一个复习 希望你通过这些单词的替换 能够真正的理解have这个词的强大之处 然后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这样你在说口语的时候 比如说 我去理个发 我去游个泳 你就不用想着动词理怎么翻译 包括有怎么翻译 包括上课的上怎么翻译 我们养成习惯之后 就是把它处理成非常简单的have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你听完 我是Frank 咱们下节课 再见